被名嘴胡忠信引射X先生就是他 10号晚间原本没有公开行程的副总统吴敦毅 突然现身在马总统和王金平吴伯雄的活动会场上 时间点掐得刚刚好赶在马总统前脚离开 媒体都还在巧妙避开马无同台 让外界捕风捉影的想象空间 吴敦毅的副总统逆袭出招 动作看似突兀又匆匆 就是因为得知有平面周刊要再爆料 不只是林毅氏包括吴敦毅和吴敦毅的妻子蔡令仪 也都认识陈启祥 爆料内容指出陈启祥两年前公司经营状况不太好 曾经透过岳父也就是前妻的父亲 在某个场合上面找到吴敦毅的夫人蔡令仪 请托帮忙 当时蔡令仪就向陈启祥的岳父说 要她直接找高雄的林毅氏 内容还指出蔡令仪和陈启祥的岳父是亲戚关系 撇清无此事 而席间吴敦毅还接到一通神秘电话 低调躲到厕所门口讲 站在一旁的媒体不断听到吴敦毅语气激动 强调说我不认识那个人 我太太也不认识 没做过的事情我绝对不会承认 日子上吴敦毅10号下午第一时间得知之后 立刻向马总统报告 紧接着call out给妻子蔡令仪 前行政院秘书长林中森 清查两年之内的记录行程 以及人际关系和交友圈 确定都不认识陈启祥这一号人物 除此之外 敢在爆料内容出版之前 吴敦毅前一个晚上7点多 就已经发出声明稿 所有防堵动作提早出手 毕竟有了林毅氏的重伤害 马政府实在没本钱 再跌一跤 吴敦毅提前反制 全力拆除 可疑炸弹 这是周围里时间 台北财宝报道